随着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升温 清水警察分局和辖区内的派出所 采取人员异地分组分流上班 同时在行政办公处内设置透明隔联 来拉开警员之间的办公距离 民众洽工办事也尽量以户外为主 分局透过万全的防疫准备 以身作折要来对抗无形的病毒 保障民众与自身的安全 民众进分局前先扫QR Code进行实联制 接着透过隔板洽工与远景拉开距离 提供清水警分局为了加强防疫 办公室内也透过隔联来隔开距离 行政人员送公文前也得喷洒酒精 要透过一连串的防疫SOP来减少染疫的风险 本所在政府发布三级防疫措施之前 已经有配合分局做分组分流的 分舱分组分流的动作 然后在派出所驻地的部分 我们有在户外准备一个临时报案区 以及可供民众以及外行员警洗手的地方 然后在本所大门有设置一个专责人员 负责量测体温以及做手部消毒的动作 主要区隔是区隔派出所跟交通小队人员上班的部分 沙路分住所也透过将派出所同人分成AB组别来进行分流上班 从厕所到办公处和巡逻用车 一并都分组别来使用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 而远景用餐时间餐厅也透过隔板隔开 大家以身作则做好防疫 也保障民众与自身安全 我们有分AB两组 那A组跟B组的动线 及使用厕所的路线地方都有所不同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避免 A组跟B组的远景之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户外一定要佩戴口罩 如果有民众发现有未戴口罩的部分 可以拨打110 如果劝导不听的话 我们会开立相关的劝导单 然后还请卫生局来开罚 杀戮所所长也表示 杀戮区近期在传统市场和公园内 还是有发现少数不落实佩戴口罩的民众 也会加强劝导及取缔 呼吁大家在疫情期间做好个人防疫 才能早日让地方回归平静 记者让外台中采访报导